这是本土社团南社上午在台大校友会馆举办匹马记者会 而陈水扁也出席了还表示要控告马英九陈云林犯了外患罪 详情透过连线一起来了解 今天十一岁策势美国人在选总统 早上十一岁策势 台湾人所选出来的总统 可以在地地不到半年的时间 十一岁策势 已经成为台湾民主上街黑暗的一天 我们想要成为台湾的主人 我们看到陈水扁在今天南社的记者会当中 也批评江城会要把国旗收起来尊严何代 这是来自校友会馆的最新情形 不过另外一头